我們一同去站立 跟旁邊的人早上招呼 跟他們說 歡迎來到ACC跟我們一同聚會 一同敬拜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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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大主宰 清晨還原更勇 高聲送主神恩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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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慈永不尷尬 拥有與殘美 揮山一真身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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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生千拜佛 放下望景觀念 環繞在碎盡海 千萬天是天君 復復扑敗足前 喜哉而盡哉 永在一萬年 從佔永遠 都歸於你 凡有情心 都捐從你 天上的下 祈生珍珍珠 天上的下 祈生珍珠 祝你生命給得著頭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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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大主宰 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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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都归于你 凡有其事都尊重你 天上地下 请送赞美 祝你生命配得尊重 送赞荣耀 都归于你 凡有其事都尊重你 天上地下 请送赞美 祝你生命配得尊重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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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永无感慨 拥有与赞美 为善意真神 使得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赞美 都归于我们的真神 我们善意的真神 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里面 每个人都带着渴望的心 来跟神上遇 神啊 愿你的灵充满着灵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再一次 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 唯有你是我的利乐和力量 我甘愿 舍弃一切 跟随你 每一天 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 再一次 相复在你 但能拥有你 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友 我愿意 一生敬拜拥有你 将我全看 线上等错过情 以情节的心 淡淡是否一 愿你知一 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命的心 将万我一生 将万我全愿 先上当坐过机 将万我全愿 先上当坐过计 将万我全愿 先上当坐过警 以情节的心 淡淡是风凌 将万我全愿 先上当坐过睾 祈祢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命的心将还我一生 切尽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旅见你 切尽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拥有忠敬拜你 切尽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在爱中遇见你 切尽我 吸引我 快跑跟随你 拥有忠敬拜你 将我全能 切尽能做我尽 提尽皆的心 淡淡是否无礼 愿祈祢成全在我的生命里 求生命的心 将还我一生 每一天 渴望与你 在爱中 相遇 再一次 将自己 完全地 献给你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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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若愿意 一生敬拜 拥有你 是我的喜乐和力量 敬拜 拥有你 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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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保守我的心 我的一念 使我能夠真心祢之意 我願將祢活與神藏在我心 做路上的我 成為我腳踐的大 主 求祢堅固我心 心我的力量 使我 帶祢勇敢向前行 贏我 直到有時我仍會亂我 求祢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退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樣子 使我能夠為祢所欺願 你兒女 使我的生命 能夠展現祢榮 能夠 現在請大家低沙頭 閉上雙眼 思想一下 主耶穌 甘願背負我們的罪 忍受世子家的痛苦 收入 誠然擔當了我們一切的過範 叫我們今天 能夠坦然無懼地來到祂的店裡面去敬拜 使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主啊 我們願意 遵行祢的旨意 也願意 保持父神的話語 生長在我們的心 聖靈啊 求祢見過我們的信心 無助 求祢堅固我信心 我的力量 使我的意勇敢向前行 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落 求祢帶領我 求祢帶領我 使我不會再回縮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認識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法律 使我能成為祢 使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能夠展現祢擁有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讓我一生能學祢的養世 使我能成為祢所喜悅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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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擁有 使我的生命能夠展現祢擁有 我們一同到神的面前祷告 好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們在祢的殿中來敬拜祢 來瞻仰祢的榮美 祢是何等奇妙偉大的神 從亘古到永遠 祢是我們的主 祢是我們的創造主 祢是我們的救贖主 祢因著祢的大愛 祢在時間當中的某一點 拯救了我們 讓我們可以成為祢的兒女 儘管有時候我們靈裡面軟弱 低沉 儘管有的時候我們甚至 偶爾被罪勝過 埋怨祢 離開祢 可是祢 那不斷的愛 那綿延不絕 一直不離不棄的愛 一直在我們身邊 祢呼喚我們回家 祢呼喚我們到祢的裡面 保享祢的慈愛 一生一世住在祢的殿中 瞻仰祢的榮美 我們向祢獻上我們的敬拜和讚美 甚願我們每一位 無論我們認識祢有多少 我們都更加地來認識祢 去以基督耶穌為我們的至寶 一生來敬拜祂 一生來傳扬主祢的聖命 我們向祢仰望 主我們知道 在我們弟兄姐妹當中 我們有一些還是在病痛當中 還有一些人可能 對工作的事情上面有憂慮 還有的人是家人生病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辦法 看到人生當中的各樣的無常 各種各樣的苦難 我們就在祢的面前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來祈求 更多的仰望祢和倚靠祢 因為深深地相信知道 世上的一切苦難 在主那裡都有解決的方法 主啊 祢已經把永生賜給我們 告訴我們 在祢裡面有復活的生命 而且我們有一天 世上的一切苦難 飢餓痛苦 都將過去 我們在祢的家中 祢會擦乾我們一切的眼淚 把最後的平安喜樂和榮耀 完完全全地彰顯在我們面前 求祢幫助我們帶著這個信心 帶著祢給我們的盼望 去過在世上 屬祢的生活 好讓我們 不僅每一日彰顯祢的榮耀 也去不斷地 向思維的人 向萬國萬民 來見證祢的榮美 讓祢的名在全世界各地 各國各民各处當中 得到高舉 讓世人都來認識祢 都在祢面前來敬拜祢 來服侍祢 都靠祢得滿足 我們向祢來仰望 求祢賜福給我們每一位 賜福祢的教會 讓祢的教會 真是在主裡面 恩典當中 來榮耀見證祢 謝謝主 祢祝福我們下面的時間 我們叫祂感恩祷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Amen 好 給你們請坐 大家看到這個slide有什麼反應 大家看到這個slide有什麼反應呢 是背經時刻 在背經的時候 當然這個字很大 如果你實在記不得 也可以看 讀一下 我們今年的主題經文是來自 約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節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來自 約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六節 大家如果記住的話 就嘗試著背一下 如果大家記住的話 就可以嘗試地背一下 好 我們開始 開始 不是你們簡選了我 是我簡選了你們 並且分派你們去解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長存 使你們分我的名 無論相父求什麼 祂就賜給你們 感謝主 感謝主 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所講的 約翰福音第二章 我們回顧一下上次我們講的 約翰福音第二章 題目是神國 重生和人子 題目是神國 重生和人子 我們每一位 若不是在神國的裡面 就是在神國的外面 我們每一位 如果不是在神國的裡面 就是在神國的外面 神國的裡面有神 永遠的豐盛和榮耀 在神國的裡面 有永遠的豐盛和榮耀 那神國的外面就是 哀哭 切齒 還有地獄 在神國的外面就是 哀哭 切齒 和地獄 所以天父上帝 主耶稣呼召我們進神國 所以天父上帝 主耶稣呼召我們進入神國 那麼進神國的人 有什麼特點呢 那麼進入神國的人 有什麼特點呢 首先他一定是 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人 首先他們就是 重生得救的人 而且是因著信靠耶稣基督 進入神的國 是靠著信靠耶稣基督 進入神的國 下面問題就來了 那下面問題就來了 耶稣說過一句話 他說我來是叫羊 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那麼耶稣說 接著說我來是叫羊 得生命 而且得更豐盛的生命 他邀請你我進入神國的豐盛 他邀請你跟我進入神國的豐盛 可是好像我們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不太像 但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好像都不太相似 今天我們在主日學當中就聽到一個說法 今天我們在主日學裡面就聽到這樣的說法 有人說我不相信 是因為我覺得教會的人好像不太好 有些人說我不相信是因為教會的人都不太好 那我們自己怎麼看呢 那我們自己怎麼看呢 你信主之後你真的經歷到豐盛的人生嗎 當你信了主之後真的經歷到主的豐盛的人生嗎 你的感覺有什麼不同嗎 你的感覺有什麼不同呢 不少人說麻煩好像越來越多了 不少人說麻煩越來越多 我信主前還不錯嘛 信主之前都不錯 有點小麻煩 有點小麻煩 信主之後麻煩更大了 信主之後麻煩就更加大 豐盛的生命在哪裡 豐盛的生命在哪裡 但是耶穌卻一直呼召我們要進入豐盛的生命 耶穌一直呼召我們要進入豐盛的生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的主題 我們一同來讀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一段經文 因為比較長還是由我讀第一節 弟兄姐妹就讀下面一節 比較長 牧師讀第一節 弟兄姐妹讀下一節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那從天上來的糧 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乃是我父 將天上的真糧賜給你們 他們說 主啊 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 你們已經看見我 還是不信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行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而信的人得永生 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 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 他如今怎麼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若不是拆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 到我這裡來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這不是說有人看見過父 唯獨從神來的他看見過父 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就是生命的糧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叫人吃了就不死 這段經文是發生在耶穌用五饼二魚餵飽五千人之後 這段經文是發生在耶穌以五饼二魚餵飽五千人之後發生的 那是一個神跡 那是一個神跡 有一個關鍵字 糧重複了超過十次 有一個關鍵字 糧超過了十次 只是在我們讀的經文當中超過十次 在我們剛剛讀的經文裡面就超過十次 耶穌在這裡向人宣告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耶穌在這裡向人宣告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 這個神跡彰顯了主耶穌的一個特性 祂是生命的糧 祂是滿足人一切需要的主 祂是滿足人一切需要的主 我們再俯習一下約翰福音的架構 我們來複雜一下約翰福音的架構 這邊有五個部分 我們今天是在第二個部分 就是從差不多第二章到十二章 差不多是從第二章到第十二章 主要是主耶穌自己彰顯自己的神性 是主耶穌自己彰顯自己的神性 這一部分除了耶穌的教導以外 還特別選出七個神跡 這一部分除了主耶穌的教導之外 還特別講了七個神跡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七個神跡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七個神跡 第一個就是我們已經學過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已經學過的 就是變水為酒的神跡 變水為酒的神跡 主耶穌的神跡改變了物質的本質 主耶穌的神跡改變了物質的本質 顯示了祂是一位超然的神 顯示祂是一位超然的神 第二個神跡是醫治大臣的兒子 第二個神跡就是醫治大臣的兒子 如果你記得第四章的故事 如果你記得第四章的故事 那是耶穌隔空醫治 知道主耶穌是隔空醫治 主耶穌講了一句話 大臣的兒子在外地就好了 主耶穌講了一句話 大臣在外地就好了 這個神跡彰顯出耶穌是超越空間的主 這個顯示主耶穌是超越空間的主 第三個神跡是在第五章 醫治三十八年的灘子 第三個神跡是在第五章 主耶穌醫治三十八年的灘子 這個神跡彰顯耶穌是可以超越 時間行醫治的神 顯示了主耶穌是超越時間 醫治的神 第四個神跡就是今天第六章的神跡 第五個神跡就是今天第六章的神跡 五饼二鱼餵飽了五千人 五饼二鱼餵飽五千人 耶穌可以從無到有食物生出來 主耶穌可以使食物從無到有 使食物生出來 我們知道神的本性有一個就是從無到有的創造 我們知道神的本性其中一個就是從無到有的創造 這個彰顯了主的神性 這樣彰顯了主的神性 第五個神跡也是在第六章 就是海上行走的神跡 第五個神跡就是在海上行走的神跡 人自己是走不上去的 人自己是不可能在上面走的 但是因為主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祂的神性讓祂可以超越自然 因為主耶穌是神的兒子 有神食所以可以超越自然 第六個神跡是一號生來就瞎眼的人 在第九章 耶穌是把光帶進黑暗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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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讓我想到了創世紀 神把光帶進黑暗 使我們想到創世紀開始的時候 神把光帶進黑暗 第七個神跡是十一章 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第七個神跡是十一章 拉撒路在死裡復活 它是一個從死到活的神跡 是一個從死到活的神跡 耶穌彰顯說祂是賜生命的主 耶穌彰顯祂是賜生命的主 它可以讓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也一樣能使你我 凡信靠祂的從死裡復活 主耶穌可以使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也都可以使你和我從死裡復活 主耶穌其實行了很多神跡 主耶穌行了很多的神跡 約翰福音只選了七個神跡 來講述耶穌的身份 但是約翰福音只講述了七個神跡 來彰顯耶穌的身份 神跡是指向耶穌是神的兒子 神跡是指向耶穌是神的兒子 祂是創造萬有的主 是我們的救贖主 祂是創造萬有的主 是我們的救贖主 神如此美好 基督裡有一切的豐盛 神如此美好 在基督裡有一切的豐盛 但是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是我們要什麼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要什麼 我們是要這位賜生命的主 我們是要這位賜生命的主嗎 還是只是要世上的一些事情 還是要世上的一些事情呢 還是要神跡 還是要神跡呢 很多人到神面前那裡他需要神跡 很多人來到神的面前 他需要的是神跡 他希望神給他們更多的好處 他希望神給他們更加多的好處 但卻不願意讓耶穌成為生命的主 他不願意讓耶穌成為生命的主 我不曉得弟兄姐妹有沒有傳福音 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傳福音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會跟目道友發出一些挑戰 有些時候我們會向目道友發出一些挑戰 不要看你的困難有多大 要禱告 不要看你的困難有多大 要禱告 然後他們說好呀 我禱告 如果神應允我就信 他們就說好呀 如果我禱告神應允我就信了 但是我發現說這話的人 至少有一半人是不信的 但我發現說這些話的人 有一半是不信的 神真的是成就了這個禱告 神真的是應允成就了這個禱告 好比說他失業找到工作 比如他失業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以後就說 這個是偶然現象 但是當他找到工作之後 他就說這些是偶然的 不是禱告的作用 不是禱告的作用 所以他的心是在尋求神迹 他的心是在尋求神迹 他不是要主耶穌 不是要主耶穌 他說信耶穌也是為了得到世上的好處 他要主耶穌是因為想得到世上的好處 而不是願意讓耶穌成為他生命的主去跟隨他 不是因為要主耶穌成為生命的主去跟隨他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探討的問題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要探討的問題 第六章記載五鞭二瑜的神迹 第六章記載了五鞭二瑜的神迹 聖經說講他是五千個男丁 聖經裡頭說有五千個男丁 總數可能是一到兩萬人 總數其實是一到兩萬人 很多人看到 並且聽說這個大神迹就來找耶穌 很多人聽到知道這個神迹之後就要去找耶穌 他們看到耶穌之後就跟他說 先生你幾時來的 他們見到耶穌就問 先生你幾時來的 主耶穌沒有跟他們去寒暄說話 主耶穌沒有跟他們寒暄去講話 他直接就告訴他們心中所想的 他直接就跟他們說他們心中所想的 大家如果有聖經的話可以打開約翰福音第六章 如果大家有聖經的話就打開讓封音第六章 在二十六到二十七節 二十六二十七節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迹 乃是因吃餅得飽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找我並不是因見了神迹乃是因吃餅得飽 二十七節不要為那壁壞的食物劳力 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 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 二十七節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努力 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就是人子要刺給你們的 因為人子是父神所認證的 在聖經當中神迹都是指向行神迹的主 在聖經當中神迹都是指向行神迹的主 神讓我們經歷神迹 目的是要我們去認識 並跟隨這位行神迹的主 聖經來記載神迹是為了要我們認識 並且去跟隨這位行神迹的主 不是像猶太人一樣他們想看更多的神迹 他們一直要求神迹 不是像猶太人一樣要看很多的神迹 要求神迹 他們希望靠著耶穌就衣食無憂 無病無災 他們想著靠著耶穌就衣食無憂 無病無災 大家可以想一下 其實世上的宗教不都是如此嗎 其實大家想想 世上的宗教不都是如此嗎 在寺廟面前烧香拜佛求福的人很多 在寺廟面前烧香拜佛求佛的人很多 他們希望他們認為這個神保護他們 他們希望他們求的神可以保護他們 有些人發現他拜一拜不靈就把這個佛丟掉了 有些人拜一拜不靈就把這個佛丟掉了 但是耶穌提醒我們信仰的本質是來跟隨他 但是耶穌告訴我們信仰的本質就是來跟隨他 地上的食物這些都會朽壞的 地上的食物都會扭壞 要求那些永遠永存的食物 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就是耶穌基督自己 他就是生命的糧 耶穌提醒他們這些猶太人要信他 耶穌提醒這些猶太人要去信他 但是為什麼猶太人不信呢 但是猶太人為什麼不信呢 他們有很多懷疑 他們是神最早選出的一批選民 他是神最早選出的一批選民 如果我們讀旧約聖經裡面有很多神跡歧視 其實在我們讀旧約聖經的時候有很多神跡歧視 他們的祖先在摩西的時代 在以利亞的時代看見過很多大神跡 他們在摩西的時代 在以利亞的時代 看到神給他們很多的大神跡 他們是根據神跡的大小 來決定你這個人的身份地位和可信度 他們會根據神跡的大小 去決定這個人的地位 身份和可信度 同樣在30到31節猶太人就說 同樣在31到32節猶太人說 他們說你行什麼神跡 叫我們看見就信你呢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你行什麼神跡 叫我們信你呢 見到就信你呢 你到底做什麼事呢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瑪拿 如經上寫著說 祂從天上賜下糧來給他們吃 其實猶太人是輕看耶穌 因為他拿耶穌五餅二餘的神跡 和瑪拿的神跡來比較 他將耶穌五餅二餘的神跡 和瑪拿的神跡來比較 我們知道以色列的祖先 他們在曠野行走差不多40年 我們知道以色列的祖先 在曠野走了差不多40年 神天天給他們吃糧食 神每日吃糧食給他們 瑪拿從天而降 瑪拿從天而降 所以他想你這個五餅二餘的神跡太小了 他們心裡想五餅二餘的神跡實在太少了 不過是兩萬人而已 只不過兩萬人而已 曠野裡有兩百萬人 曠野裡面有兩百萬人 而且是四十年之久天天有糧食吃 而且四十年之久天天天都有糧 摩西可不是比你更偉大嗎 摩西不是比你更偉大嗎 為什麼我要信你 我為什麼要信你呢 然後耶穌就回答他們 耶穌就回答他們 就是我們剛才讀過的 就是我們剛才讀過的 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在前面的三十二到三十三節 在前面的三十二到三十三節 他說神的糧是從天降下來賜生命給世界的 他說神的糧是從天上降下來給世界的 他說天上的糧摩西那邊賜下的並不是真正的糧 那只是一個預表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預表 預表耶穌有一天要從天而降成為世人生命的糧 預表耶穌基督有一天從天上降下成為世人的糧 可是猶太人不明白 但是猶太人不明白 主耶穌講了好多話 主耶穌講了好多的話 他說主啊長將這糧刺給我們 他說主啊 他們說主啊常將這糧刺給我們 在三十四節 在三十四節 他們還是想每天吃這個餅 他們還是想每天吃這個餅 耶穌就說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可 耶穌就說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 信我的永遠不可 因為我就是生命的糧 因為我就是生命的糧 其實還是很難理解的 其實還是很難理解的 好多人說我不要信主 好多人說我不要信主 我家裡這麼窮 我家裡這麼窮 我信主之後還是很窮 信了主之後還是這麼窮 我為什麼要信主呢 我為什麼要信主呢 心靈的雞湯對我沒有幫助 心靈雞湯對我來說沒有用 所以這些人看到了耶穌 他們也需要神蹟 這些人看到耶穌 他都要神蹟 他們不要這位賜生命的主 他們不要這位賜生命的主 因為他們不明白 因為他們不明白 所以他們就選擇不信 所以他們選擇不信 在三十六節耶穌說 你們其實已經看見了我 三十六節耶穌說 你們即使看見了我 也看見了神蹟 也看見了神蹟 他們還是選擇不信 但他們還是選擇不信 事實上我想提醒弟兄姐妹 事實上第一人指寞 我想提醒大家說 事實上很多人會跟你講 你要讓神變一個神蹟出來 我就信 提醒他們 很多人都說 你要神變一個神蹟出來 我就信 還有人說 你要讓耶穌變出來給我看 我就信 你如果叫耶穌 讓耶穌變出來給我看 我就信 等耶穌變出來給我看 我就信 可是耶穌在這裡卻說 他說 你們已經看見了我 而且他們也看了很多神蹟 他們還是不信 但是耶穌在這裡說 你們已經看見了我 而且看到很多的神蹟 但是你們還是不信 信仰是個選擇 信仰是個選擇 是我們願意 達到神給我們永生的生命 是願意接受 神給我們的永生 還是我們 只要今生的一些 短暫的福分 還是要今生的一些短暫的福分 感謝主 要主耶穌的人是有福的 感謝主 要主耶穌的人是有福的 信靠耶穌的 你和我是有福的 信靠主耶穌的是 你和我都是有福的 沙馬利亞夫人去打水 沙馬利亞夫人去打水 她是中午最熱的時候去打水 她是中午最熱的時候去打水 而且她曾經有五個丈夫 而且她曾經有五個丈夫 現在跟她住在一起的男人 不是她的丈夫 而現在和她住在一起的 男人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為什麼她中午去打水 所以她為什麼中午去打水 她不想讓人看到 因為她不想被人看到 她覺得自己被人藐視 她覺得被人藐視 她有羞恥感 有羞恥感 但是耶穌跟她說 你打這個井裡的水 你喝了還會再渴 耶穌跟她說 你打這個井的水 喝了都還會渴 但是你如果喝我賜給你的水 就永遠不渴 但如果你喝我賜給你的水 就永遠不渴 當然她聽不懂 當然她聽不懂 但是後來主耶穌就一步一步 引導她 進到最後的關鍵時刻 但是主耶穌一步一步 將她引導最後的關鍵時刻 因為撒馬利亞夫人說 她說 以彌赛雅救主要來 因為最後 撒馬利亞夫人她說 彌赛雅救主要來 耶穌說 我就是那位彌赛雅 耶穌就說 我就是那位彌赛雅 你們還記不記得她的反應 你記不記得她的反應呢 她馬上把桶子就丟掉了 她馬上把桶子放下 她就不需要再去接那個水了 她再不需要去接那個水了 因為她心中已經向耶穌敞開 因為她的心已經向耶穌敞開 因為她的心已經向耶穌敞開 主耶穌的活水進到她的裡面 主耶穌的活水進入她裡面 她在世上拼命躲別人 她不想讓別人嘲笑她 她不想被人嘲笑 但是這位創造天地萬有的主 但這位創造天地萬有的主 就是他們切切等待的彌赛雅 就是他們切切等待的彌赛雅 竟然獨自一人來尋找她 而且說要把生命的活水賜給她 她不需要在意別人的眼光 她再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因為她知道這位上帝愛她 因為她知道這位上帝愛她 這位上帝完全地接納她 這位上帝完全地接納她 這位上帝說你可以抬頭做人 因為我是你的救主 你可以抬頭做人 因為我是你的救主 你不需要靠男人才有愛 你不需要靠男人才有愛 你不需要靠男人才有安全感 你只要有我就足夠 你有我就足夠 因為她看到耶穌愛她 她知道她已經不再懼怕了 所以她看到耶穌愛她 她不再懼怕 她不僅是把桶扔掉 並且跑到正中去傳福音 她不僅僅將桶扔低 而且跑到城中去傳福音 以前的人都會笑話她 以前的人都會笑她 她會躲著他們不要跟他們說話 她要躲起來不想跟他們說話 可是她現在不再怕他們的冷漠和嘲笑 現在她再也不怕他們的冷漠和嘲笑 她裡面接受了主耶穌的愛 因為她裡面接受了主耶穌的愛 她心中的眼睛打開 她心中的眼睛打開 她只要一心把耶穌介紹給他們 她只要一心把耶穌介紹給他們 耶穌可以成為人的一切 耶穌可以成為人的一切 只要我們真正的相信她和認識她 只要我們真正的相信她和認識她 以後我最需要的不是地上那些必修壞的 你和我不是需要地上那些必扭壞的 食物今天有明天可能沒有 食物可能今天有明天可能沒有 如果你家食物多 吃多留了很久的話就會變壞 如果你在家裡食物很多的話 久了都會變壞 它不能讓你的心中真正滿足 無論是金錢還是工作還是疾病 無論金錢工作或者是疾病 這些能夠暫時滿足我們 這些可能暫時滿足到我們 但是耶穌說你不要為那必修壞的食物努力 要真正地認識這位主跟隨她 領受生命的豐盛 我們每個人最大的需要是要認識這位主 你會發現其實只要你足夠努力 世上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搞定 其實你看到你只要足夠的努力 你很多世界上的事都可以搞定 但最難的是關係的問題 但最難的是關係的問題 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們跟人的關係 我們跟神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最難的問題是愛和尊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愛和尊重的問題 我們裡面有沒有神的愛 我們裡面有沒有神的愛 我們有沒有感受到人的愛 我們有沒有感受到人的愛 還是你周圍的人一直讓你失望傷害你 還是你周圍的人一直在失望 令到你失望和傷害你 你不知道哪裡有這份永遠的愛 你不知道在哪裡有這份永遠的愛 你可能認識耶穌知道祂的名字 你可能認識耶穌知道祂的名字 但是好像也感受不到祂的愛 但是感受不到祂的愛 生命的封聖是因信進入耶穌基督的國度 封聖的生命是因信進入耶穌的國度 而且是因信與耶穌基督相連 而且是因着信與耶穌基督相連 在祂裡面一切的需要得飽足 在祂裡面一切的需要得飽足 主耶穌也呼召我們說 要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主耶穌也要我們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其實就是先求耶穌基督自己 也就是說要先求耶穌基督自己 其他一切的需要 主是知道的祂會加給我們 其他一切的需要 主是知道的會加給我們 有一名宣教士也是牧師 名字叫宣信A.B. Simpson 有一位宣教士也是牧師 叫Albert Simpson 他的中文叫宣信博士 他的中文名是宣信博士 這首詩歌是主自己 這首詩歌是主自己 好像我們教會往來還沒唱過這首詩歌 我好像來到這個教會 沒唱過這首詩歌 我是很喜歡聖詩的 我很喜歡聖詩 因為聖詩裡面的歌詞 它其實就有神學的思想 因為聖詩裡面的歌詞 就有神學思想 新歌唱起來很感動 新歌唱起來很感動 但是裡面的信息比較弱 但是裡面的信息可能比較弱 我們看看他第一段歌詞怎麼寫的 我們看看這段歌詞是怎麼寫的 他說前所要是福祉 今所要是主 前所要是福祉 今所要是主 前所要是感覺 今要主話語 前所要是感覺 今要主話語 前所要是恩賜 今要賜恩主 前所要是恩賜 今要一次恩主 前我尋求醫治 今要主自己 前我尋求醫治 今要主自己 我請聽你們一同讀副歌好嗎 請大家一起讀副歌好嗎 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惜 一切在耶穌里 因他是我一切 你知道這首詩歌是在宣信博士 比較後期的時候寫的 你知道這首詩歌是宣信博士 在比較後期的時候寫的 他以前也是尋求醫治 尋求恩賜 尋求神迹 就是在他做牧師很久的時候還是這樣子 他做了牧師很久之後還是這樣 因為神也祝福他 讓他借著這些去傳福音 神也祝福他藉著這些去傳福音 當他的生命出在一個低潮的時候 他發現有些地方不對 但是他當他生命處於低潮的時候 他發現有些東西不對 後來神再引導他說 你要我自己 神後來引導他要的是他自己 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下面 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下面 單單地去追尋耶穌 單單地去要主耶穌 單單地去要主耶穌 因為主耶穌是生命的良 祂是我們的一切 因為主耶穌是生命的良 是我們的一切 所以我們基督徒 無論是出信還是信了很久 所以基督徒無論是初信的話 是信了很久的 我們都是需要有下一個轉變 我們都需要這樣的一個轉變 從追求外面的到追求到耶穌自己 從追求外面的到追求耶穌自己 有很多人他們是用肉眼看耶穌 很多人是用肉眼去看耶穌 所以主耶穌這麼好 但是還是不能相信 所以主耶穌是這麼好 但是也不願意相信 主耶穌要讓我們用靈眼去看他 但是主耶穌是要我們用靈眼去看他 肉眼看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肉眼去看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在這個41到42節當中就可以看出來 在41到42節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猶太人聽到耶穌說這個話 我是從天上向下的良 猶太人聽到耶穌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良 他們不能理解 他們不可以理解 他覺得不可能 明明是個人嘛 怎麼是良呢 他說不可能啊 明明是一個人怎麼會是良呢 摩西是讓天上降下瑪拿 這個人不是瑪拿 也不能吃的 摩西是洗瑪拿從天上降下 你是一個人又不是良 是不可以吃的 所以他們就很多懷疑 並且議論他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懷疑 並議論 他說這個人明明是 牧匠的兒子耶穌也是牧匠嘛 所以這個人明明是 牧匠的兒子耶穌 也是牧匠 他們只是用肉眼在看耶穌 但他們只是用肉眼看耶穌 主耶穌一直在講一些 屬靈的話語 主耶穌卻是講一些屬靈的話語 他要他們用靈眼來看耶穌 要他們用靈眼來看耶穌 你知道懷疑和議論 只會導致更多的懷疑和議論 懷疑和議論 只會導致更多的懷疑和議論 結果你的信心就往下降 所以你的信心就會往下降 直到陷入不信的深坑 而且會陷入不信的深坑 所以耶穌總是挑戰我們的信心 所以耶穌總是挑戰我們的信心 我們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所以我們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 我們若信就進入耶穌基督的封聖 若信就可以進入耶穌基督的封聖 然後下面又再次講到神的簡選 所以下面再次講到神的簡選 今天我們的主題也是蒙簡選去结果子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也是蒙簡選去结果子 主耶穌說 若不是父吸引你們 就沒有人到我這裏來 所以主耶穌說 若不是父吸引你們 是沒有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這是我們一直強調的一個主題 這個是我們一直強調的一個主題 但是我們傳福音總是邀請被人信主 但是當然我們傳福音 都是邀請其他人來信主 但是一個人能夠信主 背後有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但是一個人能夠信主 其實神在背後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特別當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事情很奇怪 當我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情很奇怪 當我們講到神的美善 神的慈愛 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為我們捨命 耶穌基督上十字架為我們捨命 有的人他們聽了就很感動 願意信主 有的人聽了就很感動 願意信主 有的人說 這個全都是假的 我不要信 有的人就會說 這些是假的 我不要信 完全無動於衝 完全無動於衝 根本不想去了解 根本就不想去了解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這背後就印證了神說的話 這個背後就引證了神所說的話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沒有人能到我這裏來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能到我這裏來 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傳福音了 讓大家神做功 我們不做功 不是說我們不用去傳福音了 神作功我們不用做功 而是說我們傳福音的人 要明白我們能夠得救 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 要知道全福音的人 要明白 我們能夠得救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能夠得救 完全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也不要擔心結果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結果 主耶穌為什麼呼召我們傳福音 主耶穌為什麼要呼召我們去傳福音 因為有很多是祂的子民 還沒有聽過福音 因為是祂有很多的子民 沒聽過福音 神的拣选 能夠確保福音有人聽到會相信 神的拣选 是確保有人聽到丙秋相信 但是我們不要去計較 誰會不會信 我們只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去計較 誰會不會信 我們只要純服去做 就是我們在教會久了 會看到各種各樣的事情 我們在教會久了 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事情 有人是讀聖經 然後去教會 聽到慢慢的信主 有些人是去讀聖經 有人是單單不死就信主了 有些人因為大難不死而信主 我認識不止一位兩位人 他們都是因為車禍之後沒有死掉 就信主了 我認識一至兩位 都是因為車禍沒有死而去信主 他們以前都聽了很多遍福音都不信 他們以前聽了很多遍福音都不信 但是他經歷車禍之後 發現生命就這一瞬間就沒有了 但是他們出了車禍之後發現 生命在這一瞬間就沒有了 他們突然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並且愛他們 他就馬上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而且愛他們 這裡面背後就有上帝的簡選 其實這個背後就有上帝的簡選 還有人信主之後 他在教會當中穩步地成長 有些人信主之後 在教會裡面穩步地成長 他們經歷了很多磨難 但是沒有離開主 一直跟隨主 他們經歷了很多磨難 沒有離開主 一直跟隨主 還有人經歷一些試探和磨難之後 就離開了教會 離開了主 但是有些人經歷了一些試探磨練之後 就離開了教會離開了主 但是我想不管這些人怎麼樣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因信跟隨耶穌 無論這些人怎麼樣 我們都是要恩信而跟隨主 來讓祂幫助我們走這條信心的道路 讓祂來幫助我們走這條信心的道路 直到終點 直到終點 在地上我們會經歷到耶穌的恩典和封聖 甚至在地上我們都經歷到耶穌的封聖和恩典 那些只是一個我們說叫靈光乍現 但是那些只不過是靈光乍現 我們只是出場主恩的滋味 這是初上主恩的滋味 因為最後榮耀封聖是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最後榮耀封聖都在祂的角度裡面 神讓我們憑著信心走這條路 神要我們去憑著信心去走這條路 直到我們到終點見到耶穌的面 這樣我們就不要常常現在陷入辯論 陷入這種議論 懷疑當中 這樣我們就不會陷入這些 常常陷入這些議論 辯論 懷疑當中 因為有時候的確聖經的話很難懂 的確有些時候聖經的話很難明白 而且看起來好像有些矛盾 看起來好像有些矛盾 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其實是沒有矛盾的 是因為我們太有限 是因為我們太有限了 但是儘管如此 神還是能夠讓我們明白很多事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 也是令我們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 而且也可以在生命中不斷經歷祂 而且在生命當中不斷地去經歷祂 那我們在神的話面前 就是要憑信心去理解祂 所以在神的話面前 我們就要憑信心去理解祂 憑信心去順服祂 憑信心去順服祂 耶穌說祂是生命的良 耶穌說祂是生命的良 就好像我們吃飯一樣 把神的話吃在心裏面 就好像我們吃飯一樣 將神的話放在心裏面 讓耶穌自己和祂的話 扎根在我們靈魂的深處 讓耶穌和祂的話 扎根在我們靈魂的深處 這樣我們就一步步進入神的豐盛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步步進入神的豐盛 主耶穌邀請眾人去領受生命的良 主耶穌邀請眾人去領受生命的良 祂用吃這個字 祂用食這個字 吃喝 食和喝喝 我們如果去看第六章後面幾節經文 我們看第六章後面幾節經文 主耶穌的話是很嚇人的 主耶穌的話也是很可怕的 五十五節說 耶穌說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主耶穌說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五十六節說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他裡面 主耶穌說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有的人讀了聖經之後說你們基督教不能信的 有的人讀了聖經說你們基督教是不可以信的 耶穌和你們都是吃人的 耶穌吃喝都是吃人的 吃肉喝血的 是吃肉喝血的 但是耶穌講的是一個属灵的話語 但是耶穌講的是一些属灵的話語 祂講的是我們吃喝耶穌就是要與耶穌基督生命相連 其實我們吃喝耶穌是與耶穌基督的生命相連 我們是靠耶穌基督而活 我們是靠主耶穌基督而活 祂是我們的糧食 祂是我們的糧食 其實我們想想看我們每個月的第一週有主餐 其實想想我們每一天第一週是有主餐 我們會吃這個餅喝葡萄汁 那主耶穌就說這個餅是代表祂的身體 主耶穌就說這個餅代表祂的身體 葡萄汁是代表祂的血 葡萄汁是代表祂的血 所以吃耶穌的肉喝耶穌的血 其實祂的属灵含意就表現在主餐當中 所以吃耶穌基督的肉喝耶穌基督的血 就是體現在這個主餐裡面 守主餐 我們透過守主餐就向世界宣告 我們是被耶穌基督救贖的一群人 透過守主餐我們向世界展示 我們是被耶穌基督拯救的一群人 夫人的回應